早晨 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28日 星期二 香港時間 和英國 其實是28日也回班的 我們要跟大家說說這個最新的疫情跟進 有一名 國泰的機師 他 報紙說是機組人員 應該是國泰的機師 他23日由美國 經航班 CX841 在機場檢測的結果是陰性的 之後根據豁免人士規定 接受醫學監察和定期強制檢測 截至到26日 在社區檢測中心抽取樣本 的檢測結果 反而變成陽性 同日就開始出現頭痛 流鼻水咳嗽症等病徵 CT值大約是16-22 病毒量偏高 變異病毒株檢測結果 代確定 現在還未確定 這件事就很嚴重了 他所居住的地方 即時就說要檢測 封閉了 就是住在西環的南李一號 他 曾經在 這個 社區買食物 以及去檢測中心抽取樣本 進行檢測 其餘時間也在家逗留 為了審慎起見 政府將他居住的大廈南李一號作出限制和檢測宣告 要封區啦 又要整座大廈 檢測 另一個46歲的本地 男機組人員 他居住在 余景灣 恆峰希恩國 也是國泰航空機師 另一班航空機在12月23日 另一班航空機CX840 去美國 來港前12月19日20日 22日進行病毒測試也是陰性的 美國經航班CX843 在25日 回到 機場檢測也是陰性的 但是 昨天在社區檢測中心抽取樣本的時候 就變了陽性 沒有病徵 CT值是31-33 病毒量偏低 變異病毒株 結果也是代定的 這件事其實也很嚴重 因為 兩個人 一個是余景灣 一個是南李一號 當然要住在那裏 檢測 封區 現在最大問題是 國泰機師 因為最新的香港政府推出了熔斷機制 就是所有航班 以及機組人員 連同乘客 如果7天之內 有4個人 感染確診的話 整個航班就要停 這個很嚴重 它要停的意思是怎麼停的呢 如果是來的時候 航班來的時候就不可以有人 當然你可以走 會出現了甚麼情況 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航班會很緊張 因為對方 來的時候 我問那些比較業界人士 他說都可以營運 不過成本會跪了 因為 他來的時候不可以載人 只能夠載貨 因為裏面也可以載貨 但是再少了客人 收少了錢 他兩程計算數 如果是賺錢的 他就會繼續做 如果兩程計算是虧的 即是來了 還有去的 加上也要虧本的 當然是不做了 所以 會有那麼多航班會取消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 計不到數 因為運貨過來賺的錢 加上這次 飛回去的錢 夠不夠呢 如果有錢賺就做了 如果不賺錢就不做了 沒理由虧本的 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經常 會有些航班 你會看到他不爆的 照開 可能他算得到數了 兩程加起來 但是如果 他 即使是你載客 滿也好 如果他來的那一程 是真的沒有了客的 而貨也不夠的 那他可能真的不來 我們這節 要詳細跟大家說一下 又有國泰基斯中招 接下來 接下來 會不會有越來越多的這些病毒 使得航空公司 不做呢 這個機場是否要關閉呢 這次跟大家詳細談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當然我們現在這個主頻道有機會 大家在聽這節的時候 就可以在主頻道廣播 因為我們被封的時候 就是7天之前的12點半 我們如果12點半 正常來說 就可以上載在主頻道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 只能夠在後備頻道廣播 即是意味著 我們受到的打壓是未結束 已經超過10天的打壓 當然是造成 暑失很大 17日開始的廣告收入已經下跌了 開始大幅下跌 然後越跌越多 跌了九成以上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我們 因為現在我們全球僱員人數 已經是20人 還未超過 如果再找到一兩個人做 就會超過20個 20個僱員 再加上我和Johnny 基本上 不計我們 只要支付人工的成本 其實 Patreon 不夠的 Patreon 只能夠給一半多一點 最近多了人訂 但是 也不夠六成 所以要用廣告收入去支付 而廣告這樣跌 接下來也怕不夠結束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訂我們Patreon 又或者幫我們目限錄 幫我們播廣告 然後 如果 如果 經濟許可的話 月費賺了我們 說回現在 Omicron的變種 其實連澳門也出事了 本身澳門一直以來都說沒有 但是最新 可以說是來勢洶洶 衛生防護中心在27日公佈 新增了14宗 過案 而澳門也出現了第一宗輸入過案 香港十四宗個案 涉及白男六女 年齡介乎20到80 什麼年紀都有的 當中包括 之前確診 從哈薩克回香港的 運動員 劉知明 這個是體院的空手道運動員 衛生防護中心 同時調查9宗新增確診個案 全部都是輸入過案來的 暫時沒有本地 不知道會不會有發生爆發本地 現在本港累積的個案是接近 有12,599宗 新增個案是五男 四女 其中一個42歲女病人是郭泰空姐 他在旺角海庭道 18號泊景灣 住的 他是早前的輸入個案 郭泰空姐的同事 支持他的輸入 他一起在達澳洲的航班CX138 12月24日 抵港 由於免檢疫通關 未有時間表 基本上 這個時間表可以說是一拖再拖 本來就說是12月中 然後到12月尾 然後現在說是一月 又拖到一月 其實 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因為很多市民都知道 香港特區政府信不過 很多人 就是 這兩天開始 就要趕回大陸 在深圳過關 或是哪裏過關 排長龍已經排了幾個小時 排完幾個小時 也不止 然後 還要回大陸是隔離21日 才可以回香港過年 我們也覺得 一個人 可以拿這麼多假的 他在香港當然是拿中門 他不用上班了 不是拿中門的 怎麼可以拿到那麼多假回香港呢 回香港過年 接著又回來 回來香港不需要隔離呢 大家想想 肯定是拿中門的 不用說了 如果不是拿中門 就是吃飽無憂米的人 有誰現在還敢回大陸呢 這個問題真的十分之嚴重 竟然 他們覺得很緊要 他們覺得很緊要 可能是兩年沒有回鄉 去年 到今年真的是 持續兩年 這個情況 其實 不只是香港 全世界都如此 不過香港的防疫制度 或是 要求 跟全世界都不同 尤其是對於外國 因為他對於航空公司那種的苛刻條件 甚至乎 不只是航班要停你 他是要扣押賣 即是要你的 工作人員 例如空姐 例如機師 隔離21天 大家想想 隔離21天 他們怎樣營運呢 因為以前可以免業 現在又說不可以了 如果你要機師強行隔離 很多航空公司 英航 率先抗議 他們的 同事被強制隔離 即是 變相被香港政府扣押 你要扣押了他 他又不可以回頭 人家走也不行 不准走 人家怎樣營運呢 一來一鑊 就只有一批機師留下了 那麼那些飛機 下次要派人來 又要再拿 又要派另一批人來 拿走的飛機 這樣嗎 有沒有那麼嚴重 那麼航空公司怎麼運作下去 沒可能經營下去 所以 現在英航沒有了 維珍也宣佈沒有 停飛香港 直至 不知一月 一月幾日 最近 緊張得不得了 而國泰也沒有了 變成 現在直航還有 香港非倫敦的直航還有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問過一些 航空 業界人士 他們說 他們現在的班機就是來香港的時候 不再客 不再客就變成沒有人 他們純粹運貨而已 就變成你要看看貨運量 如果來的時候運貨 回香港 回到倫敦就再客 當然成本貴一點啦 機票貴了 這樣也是 全世界 航運肯定打得亂了 現在最新 就是在 美國出現的一宗案件 大家可能新聞也看了 就是 美國有一班飛機去上海的途中 飛了6個小時 去到阿拉斯加 快進入俄羅斯領土了 然後 然後 突然間收到 大陸的消息 他說 大陸的入境政策改了 所有人的健康碼過期 然後 入境那個 那個也是 染疫問題 機師 全部都說要重新染疫 然後 而且如果你在那裏逗留三個小時 你在上海逗留三個小時就免染 但是 他們每一個位置都要上去重新消毒 這樣其實整個程序要七個小時 這就意味著 超過三個小時就要檢疫了 人家 你那個地方 新的政策改了 人家搞不定 本來說不用檢疫 現在重新又要檢疫 所有人又要再搞 人家計不到數 迫著整架飛機要飛回去 美國 然後 大陸 就是 找人來搞事 領事館就發動了傳媒 說他們 有心搞中國人 實際就是中共自己的政策 搞得人家不能離開 你的政策 明明是靠海 突然間改也可以 人家已經起了飛了 起了飛 你的政策 無端端改 你也不通知 人家怎麼搞呢 香港 現在這個融斷 接下來 估計會越來越多航空公司加入 即是說 接下來很多航空公司就只能夠是單程的 單程佬 派飛機來 不再派飛機來 然後 再走人 如果那個情況 持續惡化的話 因為你不是斬斬爆的 如果有幾班計不到數的 就會取消 所以 接下來也有很大的變數 但是飛機有機會隨時取消 這件事 香港 這樣搞的話 為你機場 再這樣搞的話 遲早真的飛機也不來 因為 完全計不到數 這個是不是香港政府故意這樣做呢 有機會就真的故意這樣做 不讓你香港人離開香港 總之你不要走 留在香港 這樣就死火了 這個機場你做甚麼呢 我們昨天說過了 不再覆述了 大家聽回我們三跑 那個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 你的機場可能 可能 運作不了下去 遲些 航班越減越少 你不如封閉吧 封閉吧 封了機場 一了八了 永遠也不用麻煩 機師 郭泰 尤其是郭泰 趕快去其他地方找工作 這家公司 玩完了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 一個人 吳船 搬 船 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